这绝对是史上最厚脸皮的大熊猫 被放生后踩着饭点回家吃饭 晚上和村民一起看电视 大熊猫杨和到底有多通人性 轻车熟路地走进村民的厨房 看到桌子上的馒头就往嘴里送 坐在面粉上舔食着自制的发面馒头 眼前这一幕令众人哭笑不得的场面 就是成经了的大熊猫杨和 杨和第一次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就是在老百姓的田地里 村民发现后第一时间上报到大熊猫研究驻地 而工作人员也是一头雾水 好端端生活在野外的大熊猫 怎么会自主地跑到人类生活的地方 经过工作人员的检查才发现 原来杨和因为牙缝大 牙齿里塞满了竹子 长时间色牙又没有牙签可以剔 导致杨和的牙龈发炎无法进食 这才寻求人类的帮助 不得不说这小子是真聪明 研究人员帮他清理牙齿后 就为了一些抗生素和馒头等 容易咀嚼的食物 让人没想到的是 首次尝试馒头便让杨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从此竹子在他眼中就不像了 看到有人拿馒头喂他 立马把手里鲜嫩多汁的竹子扔一旁 我只要在那个墙角上一出现 他一看见我 本来正在那里吃咔咔吃竹子呢 一看见我把那竹子一扔 啊 这些长得要吃的东西 短短几日 杨和的身体便完全康复 研究人员决定将他重新放生 或许杨和知道 这管吃管住 还管踢牙的生活来之不易 竟然恋恋不舍地躲在笼子里不肯出来 研究人员无奈用脸盘木棍等 脸孔带下的才把杨和赶走 本以为杨和这件事要翻天了 没想到人家只是出门散个步 正写东西呢 别人瞧我到他说 李氏 你看你的熊猫 我一出门一看 所有人坐那儿看电视 他坐在第一个 也在那儿看电视 他就有点感觉像一个小孩一样的 就是有点人来风 杨和坐得笔直和村民一起看电视 而且还相当误审 此时人们也不管电视演的什么节目 反而专注地看着杨和 而杨和认真的样子 也逗得大家哈哈笑 第二天早上六点 或许是杨和赶到了机场落入 头见村民为他准备的竹子 就在身边做了一肯的动 反而跑进了村民的厨房 拿起案板上的馒头 就大快躲起来 或许是没吃进行 竟然还将面粉打翻在地 觉得两脚兽真馒头的样子 把地上的面粉 在自己的肚皮上揉搓 显示着自制的发面馒头 然后我爬起来一看 他坐在那儿那个厨房里面 一大堆面粉 他坐在那儿面粉的正中样 正在往他那手上 用一个发面 然后站起来 最后工作人员实在没办法 将杨和进行罚醉 据说术实力送往了更远的大山里 并为他带上了无线电象圈 杨和这才回归了 属于自己真正的家 如今在无线信号的显示下 杨和在野外过得风生水起 直到他安详的寿终正起 或许这才是救助野生动物的真正一把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欢迎订阅我 朋友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